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就是又回到了重电族群 还有航空类股持续在上涨 然后呢 有些航空零组件的股票 驻龙涨停板 那我们的股票今天也都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走势 也是首先先恭喜会员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加均指数目前的走势就是持续的在创高之中 那就是沿着五日线在上涨 所以说现在是没有系统性风险 所以说现在就算是股价或是指数有压回 有些个股不会回 或是有些个股回来 回到十日线之下 或者是回到了五日线左右 那个时候又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现在的股票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候资金赶快进驻到股票上面赚股票的钱 我建议大家这样做 那这个是早上的盘前五分钟 首先我跟大家分析的是华航会比长龙航强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长龙航最早开始它已经秀出这个味道了 所以它的客运就是占比已经比货运占比高了 然后呢 票价又涨 油价又跌 所以说长龙航的第一季的毛利率是20% 那长龙航的去年第四季毛利率是11% 那华航昨天就是开一个股东会 法售会 它就是要改变它的策略 原本它的货运跟客运是1比9 然后呢 要改成6比4 未来可能会再更加多 然后呢 要增加机师 然后呢 空服人员 所以这很明显华航要准备变成长龙航 那华航原本的第一季的毛利率就是12% 12%就是跟长龙航的去年第四季一样 所以很明显华航是落后长龙航去做这个动作 好 那做这个动作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好 就是你把货运改成客运为主 就可以解决这件事了 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说 你应该是要改成去做多华航 那这是早上的盘前五分钟 也是提醒大家 你要去做多华航 好 那今天的华航呢 掌停板 那掌停板的原因是什么 它掌停板的原因我觉得基本面 技术面 题材面 我就会通通都面面俱到啦 那这边是一个压回嘛 压回到十字线这边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就是最便宜的买点 那昨天叫做关键红K 昨天的起涨是关键红K 在节目上也提醒大家 关键红K出来了 要找机会买 那今天直接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其实要去稍微追价买进 那今天就是锁在掌停板 今天就是关键K续涨停 那常龙航的部分呢 常龙航部分当然就是 它跟华航会有一个比价的效应嘛 它跟华航的股价已经差了15块了 常龙航已经41块了 华航才20几块 那当然就差了10几块 那它的状况呢 它的状况是这边已经涨幅比 华航还要大蛮多的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利空 当然这边是最佳的买点 这边我也是跟 在盘前5分钟有提醒所有的会员 在这边是你要去买常龙航的 那果然这边是关键K 昨天续涨 那今天又是续涨 那它当然涨势稍微趋缓了 那如果能够压回来 当然就是还是一个很好的 买进的一个机会 这是盘前5分钟的一个讯息 所以说我的会员就是每天都会收到 我早上研究好的成果 那我就会公开给所有的会员知道 就提醒大家可以买什么 然后呢要注意什么会有卖压 那当然早上提醒了有卖压的是 威强店 威强店昨天涨停板 威强店它的体质不错 然后我在可能在三四月的时候 也是有送研究报告 其中就有一档叫做威强店 那时候就看手持式的装置 工业电脑减少人力的这些产业 未来会很好 其中有一档就是威强店 所以威强店昨天涨停板了 那涨停板我们当然回去就要研究 因为台湾的制度就是这样嘛 涨停板就是有大户会去锁单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那威强店当然就是有锁单的状况 我就提醒大家说威强店 手中有持有的客户 因为我有一个清代会员 手中有威强店 那我当然早上录盘前五分钟 就要特别跟他交代一下 跟他讲一下怎么操作 那威强店的状况就是 早上开盘开高 开高的时候你可以先卖一趟 开高你要先卖 那等到压回来 可能12点左右这边 来到低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买回来 其实这个价差有6.8%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5%的一个空间 至少会有5%的空间 这就是可以赚到这个价差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威强店昨天涨停板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卖压 所以要赚这边的钱 就是你要先去卖它 然后再把它买回来 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所以其实每天 盘前五分钟 你可以感觉出来 我的一个预测股票的一个准度吧 或者是它的一个正确性 我觉得都是蛮高的 所以说盘前五分钟 是会员真的是独享 也是业界首创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 就可以看到盘前五分钟了 那这边的部分 当然是常用行是我之前 一开始就请所有会员去操作的股票嘛 那押回来还是有再请会员去做它 那币印也是连续4根涨停 然后见准也是34%入带了 那这些股票都是 先研究好一下它的题材面 基本面 然后呢找到关键K的时候去切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现在最近的状况好了 常常已经看过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币印好了 币印的部分我们是出在这边 好 出在这里 当天正乖离45% 所以说它开高以后 我决定在这边就先获利了结了 那为什么会去买币印呢 是因为这里这根涨停板 最主要是这根涨停板 会让我注意到的币印 就是你要先去看到有出现大涨 那它就 你要把它先列入自旋股 然后研究 那当然它出现了押回 其实这边 这边大家一定都很害怕 好 这边大家一定都很害怕 而且币印不太会涨 不会去买 然后呢隔天就开始出现上涨 好 可是出现一个上影线 好 可是我们是在这边还是买进了 我们在这边买进以后 四根涨停以后出在这边 那现在今天跌了2.3% 未来压回来 我觉得它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涨 好 因为这个解封行情是持续存在的 所以未来也许还会涨 只是我们现在先出掉了 那见准呢 见准是我最早进的一支股票 为什么会去选到见准 也是要先看它前面出现一个涨势 那前面出现一个涨势以后呢 在这里出现一个关键K 其实就跟买币印一样 站回五日线 然后呢 关键K买进以后 上来 横盘 这边再出现一个红K 这也是关键K 这边就涨停了 好 涨停的话 你就要去注意 有没有葛日冲的卖压 就葛日冲有 可是外资投信买 所以他 葛日冲卖压没有把它卖下去 然后之后又再上来 那我们在这边就把它出掉了 好 我们在这边出掉了 目前还是在横盘这边 也是赚了三十几% 那我们再看一下 葬寿司好了 葬寿司今天又到了194了 那葬寿司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葬寿司你看 它其实筹码非常的安定 它这边标到225块 它从148直接标到225 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它的筹码我觉得非常安定 你要看它的筹码的分布 葬尖持股占了66% 外资占了79% 所以说那时候外资一直在吃 葬寿司的单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明显看出来 它的一个未来要涨的幅度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 所以说请会员就买进它 所有等级会员全部都买账寿司 那当然就是通通都获利啊 对不对 什么时候买的 在这边啊 去年的11月差不多100块左右的时候 好 100块左右买了 现在已经194了 那我们现在的持股呢 买进一档叫做接棒必应的 接棒必应它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跟葬寿司真的都很像 葬尖持股很高 那它当然现在没有什么在涨 没有什么涨的原因 就是现在还没有轮到它嘛 那现在当然大家都在追航空双雄 台北股市资金就是这样子 会轮涨 那现在没有轮到车用 然后航空再涨 那今天轮到重店 那也许有一天就会轮到它 那它当然是 我看到的未来是蛮长远的 那它的状况是 它现在就是一直会接到很多的单子 那它的工厂也在扩 增加产能 那它也要调高员工的薪资 水平 让大家更 就代表公司赚钱嘛 所以很明显 公司赚钱了 然后呢就开始要做很多的 擴产以及调高员工的福利 那就是代表它未来的产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那它的股本也是很小 然后筹码又集中 也是一档车用类股啦 当然是 我希望所有会员都能够赚爆它 那现在当然是成交量缩小 然后今天是小涨 昨天跌 昨天跌破五日线 那今天又站回 快要站回五日线了 所以说这边是 待你布局的一个最佳的时机点 所以说接棒避应 未来我觉得有可能会跟葬寿司一样 那就是要看你报多久 所以说就是 邀请你一起来加入 接棒避应这个行列 因为趁它还没有上涨之前 我们就要赶快先把它掌握起来 因为避应也涨了四十几% 建准也涨了三十几% 葬寿司涨了一倍 云品也涨了一倍 很多的代表作 每个月的代表作 其实我觉得都呈现给所有的会员 所以说这一档接棒避应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没有什么 出托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 目前来讲就是大家续报 等待上涨 那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可以先参加这个 标股喷发168的优惠专案 那这个优惠专案今天就会结案了 这个优惠专案 就是这个半年来最优惠的时刻了 之后也不会有这个优惠价了 所以说今天就是最后的优惠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一起 在这个资金行情之中赚钱 然后找到好的标的 然后等它喷发三成五成 然后你资金三成五成的 这样子往上增加的话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一起操作的 就把握这个最后一天的机会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168优惠专案 或立即来电02 2542 8999 王老师标股喷发168优惠专案 打造标股奥人战机 并四根掌停53% 见准瑞轩长荣行 党党标出 下一档重头戏超越必应 王老师就是要赚大的 填写LINE表单 跟上标股喷发168优惠专案 或立即来电02 2542 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我觉得股票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投资 长期的观念 然后才能够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所以我每天做一些盘前五分钟 然后呢盘后的影音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如何的赚钱 那我们来看这一支叫做大成钢 那大成钢为什么要去推荐他呢 大成钢最主要是这边这一个红K棒 就是他起涨的一个新的一波的开始 那出来这个当然会有一些卖压出容 那这边压回来嘛 那压回到十日线 那又在这个红K的下园 其实这边 这边是最佳买点 最佳买点 那我这边应该也是有提醒我们的所有的会员 这边大成钢这边是最佳买点 那这里就是当天你要再去加码 这边因为美国的钢铁股都在涨 那布局大成钢的目的 当然就是看的是未来钢市的回温 那钢市为什么会回温呢 就是乌俄战争迟早会结束 就像我当初讲的 航运三雄他一定会下来 因为疫情一定会结束 那解封概念股一定会涨 所以说那时候买杖寿司 买这些解封概念股 解封概念股是长远的 然后呢疫情是短暂的 那战争也是有一天会结束的 他们 我觉得乌克兰跟俄罗斯跟这个中东这边是不一样 中东这边是永远的仇恨 就是两国之间有仇恨 那就会一直打得很火热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原本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 然后后来是拆开了 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说有特别的深仇大恨 所以说这个打到最后 应该是会结束 一定会结束 那结束的话你要做什么呢 当然就要布局钢铁 布局一些原物料 像最近的 为什么会讲到冠军瓷砖 今天其实玻璃桃指数也在涨 今天涨到合成 然后首先是涨冠军嘛 那水泥可能之后也会有机会上涨 所以大成钢为什么要布局它呢 就是因为未来的二物战争可能会结束 那今天又创了波段新高了 持续再往上涨 那当然这边铸龙今天涨停板 铸龙涨停板是昨天这边是关键K 那铸龙涨停板当然跟我们无关了 我最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讲铸龙 我们要怎么来看它呢 铸龙这一支股票 它今天涨停板的原因 那看看三大法人 昨天投信有买超它 外资有买超它 所以它的今天造成它的 使得它涨停板 那涨停板当然是有可能有隔通大户去锁单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一度快拉到涨停 然后这边涨停锁死 成交量突然爆 那可能是隔通大户去锁单 那我们在这边讲就是先预测 也许明天铸龙就会出现一个 开高走低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有铸龙的话 可能就要在这边做 早上开盘你先在开盘这边开高 一定会开高 开高先获利一趟 然后压怀再接 这就赚到价差 就跟我刚刚讲的威强店一样 那富桥我觉得也是一样 富桥今天也是拉到涨停板 那它这边应该也是 隔通大户在这边爆量 去把它锁涨停 然后那明天呢 明天当然它可能就是开高 开高可能就是要先做一个 卖出的动作 等压怀再低接 就是这样子的操作 那神达也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支股票 神达我觉得也是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神达它的股价禁止比也低 然后呢之前也是被错杀 我说他 推特 买了他的东西 然后呢呆帐 不给他 那以后也许推特赚钱会回充 所以说 而且神达本身 公司它的 还原权值 其实一直在往上走 大家会觉得神达是不是 神达是不是 因为这边的一个利空 我就说 其实有时候你遇到利空 在这边买会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神达就是因为这边 任列了推特的呆帐 所以说往下跌 那什么时候我开始跟大家讲 神达呢 神达在这边出现了 关键红K 这边就是起涨的关键K 起涨关键K 它一度跌破五日线 大家都会觉得 跌破五日线 是不是就要出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做的 股票跌 你多头走势的股票 你要在五日线之下买 会是最好的点位 你看五日线之下买 它又是红K 红K完以后隔天开低 然后呢 又跳空开高 这边又跳空开高 其实这边又是一个关键K 关键K出来以后 它又出现一些压回 这边又跌破五日线 所以当它跌破五日线的时候 可能你也觉得 我是不是要出了 就一出就出错了 出到 出了 出错了 那今天又出现涨停板 所以神达是一个很明显 一直都有关键K的股票 这个是关键K 这个是关键K的压回买 那这边又是关键K 这边又是关键K的压回买 那这一根又是关键K 那这边又是关键K的压回买 好 所以其实你只要每次压回来买神达 压回来买神达 到最后都是赚钱 好就是一只体财好的 体财好的 体财好的股票 逢压回买进 我觉得都是有赚钱的机会的 那见准 好这边就是 体财好 好关键K买进 然后呢这边出掉 赚了34% 那目前来讲 见准还是持续在横盘当中 但最好赚的这一段 我们就赚到了 这就是 熊师战法 加上基本面 加上题材面 加上筹码面的研究的成果 见准 那必应也是一样 必应也是 就是题材面 基本面 对不对 必应有没有基本面 有啊 必应在这边公布了 4月份的营收 EPS0.64元 非常的高 就代表演唱会 大家都找他 所以你看 他有基本面 有题材面 有技术面 这边进场 然后就赚到了 那你看他现在下跌 很多人又会开始害怕 虽然我们已经出了 可是必应 说不定过几天又会涨 所以也许你看 也许你买在高点 跌下来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 好 因为好股票 他整理完 他还是会涨 只是你进场的点位要好 就是要用熊师战法 就可以进场的点位好 所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的话 我就会用熊师战法 带你进去 买到最佳的点位了 那当然就是 要有实力 买到好股票 好我都是想去 预测到未来 这些会成长的股票 然后我提前 帮会员去布局 那提前布局 有时候 当然他会出现一些盘整 可是盘整 你只要不要跌破 一个重要的支撑 他盘整 好有时候你看他盘整 他跌一天 马上站起来 好这个就代表 他非常的强势 好那就是有机会 继续往上涨 好那这一档被遗忘的宝马 我说为什么我要去提前布局他 因为他是下半年营运才要开始增加 他现在还没有增加 所以说他的股价很便宜 布局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还很便宜 好就是他的股价 他是一个下跌 准备打底钢起涨 那未来当然往上的几率很大 那现在资金行情 那他营收如果一好起来的话 那他的往上的动能就会很强 所以我说提早 请会员去布局他的目的就在这里 好那他的电动车比例 慢慢的增加到50% 好所以我觉得这支股票 我觉得未来往上 往上的几率很大 那当然现在是在盘整 大家可以趁盘整的时候来切入他 那这支接棒避应也是车用的 那刚刚讲过了 接棒避应他就跟被遗忘的宝马不一样 接棒避应他的营收已经成长了 已经接近创新高了 那当然股价也是出现一个上涨的行情 那现在是出现一个下跌盘整 他出现下跌盘整 这边都有一些关键K的支撑 那他现在昨天是跌到五日线下 那今天又涨上来 其实他就是跌一天又往上涨 那我们会持续观察 我希望他就是整理完 因为昨天杀了一根下来 那筹码清洗干净了 那未来往上涨 那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一起布局的话 我就会带你去买这一支 叫做接棒避应的 那接棒避应他 我觉得他到2030年前 他的订单都是接不完的 所以这边要把握最后的一天的机会了 今天是最优惠的价格 这一年来的最优惠 好好把握 广告期间把电话拨通 拜拜 by bwd6